约末1980年代起,台湾经济一飞冲天,对于豪华房车的需求也就跟着越见阴切,只此时除却老牌的系豪华车专客Mercedes-Benz的E-Class,S-Class以及当时还很夯的美系车之外,便属原厂代号为E28的BMW 5 Series,最为人所熟知。 而在当时一字排开的5 Series中,排气量适中的520i很快就成为市场销售主力。 这样的传统沿着E34、E39、E60乃至F10的改潮化代历程持续传承下来,即便如今正中还有柴油引擎的520低分时大饼,但仍旧难以动摇520i之于BMW的重要性与知名度。 再然后,绝心G30世代5 Series推出了,例如过往起先520i并未列入首播上市阵容中,而今追加进入台湾市场。 总代理范的E520i LUXURY266万元,以及520i M Sport286万元,双管旗下的销售策略。 填补了520d Luxury248万元,269万元,与520i LUXURY320万元,之间的空白处。 一如三十几年前,520i估计仍将是5 Series在台湾市场中的最主力占将,将,只是时间一晃这么多年,走到连小女娃都已停停玉立然后即将年华老去。 如今全新520i摆在眼前,是否依旧是记忆中那辆令绝大多数车迷皆垂涎不已的运动房车。 答案其实很简单,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 首先新世代5 Series不仅车长昂然挺进4936公里新高,轴距也接近三米近乎大车达标。 再加上修长率定同时不忘豪华本色的造型。 特别是520i M Sport还加上前后运动化保感以及前后配的18吨跑胎。 光就外形就足以迷此一票性能防车控。 其次,520i M Sport的座舱也同样比赵老大哥530i M Sport的运动化办理。 漂亮的中控台比例、华美细致的面料选择以及具跑格的方向盘与座椅设定都是引人入胜之处。 加上长柔具所带来的宽阔大空间。 还有让你一次玩不过瘾的最新科技以及齐备的主被动安全系统。 扣除东方西条后略显粗糙的收编鱼组装功法之外,个人认为前个世代的BMW内装往往直胜鱼纹擦实有料但不讨好。 新一代的血纹剩鱼只看起来美好但却不够细腻。 多数人都会觉得尽善尽美。 至于动力上,184马力、20C、6KGM的最大输出在这年代其实一点也不显眼。 也所配上的1530公斤车重虽不至爱但也难称轻盈。 也所信仅仅1350转便能悬术涌现的峰值扭力帮了大忙。 加上那句反映好到没话说的八速手自排变速箱接近天衣无缝的持笔衔接设定。 一般市区道路,你依旧很难赶到520IM Sport发生任何迟疑或置尼。 即便高速公路上只要心怀最高速线。 这辆车也无时无刻都能带来让人嘴角上扬的推送力道。 中其辆面临上坡路段或者快车挑衅。 520IM Sport还是若无其事故作斯文才是上策。 毕竟0到每小时100公里加速7.8秒的车说慢不慢说快又有限。 想想每公升15.4公里的油耗吧。 移动一进才是520IM Sport强项之所在。 不过如果遭遇弯道则又是另个光景了。 由于标配的是车高降低10公里的运动化悬吊。 更硬的弹簧,更热的阻尼加上超规格的行后配宽胎轻松发挥物理作用。 以一辆大房车来说在弯中往往紧黏地面不放。 再快些,车尾仿佛开始有些活力了。 但却依旧受控而且极其循序渐进。 足以让人放胆尽情玩耍。 不过如果还想玩得更尽心些。 动力还是得向上升级才有办法预取预求了。 所以答案究竟如何,相信看观心中已有定见。 持平而论,520IM Sport绝对是款小峡步掩大雨的中大型豪华房车。 这,美中不足的,不过是期待买家升级更高阶车型的理由罢了。 特别是与众多对手比较起来。 无论均横赶、操价性格、科技层次甚至设计风范都明列前茅甚至脱颖而出。 唯一让逼者感到难过的。 大概只剩高达286万元的基本售价。 我知道以股飞金是不正确的。 但想想E34当年不过百来万一半左右的售价。 只恨自己钱真的赚不够东西的涨价速度快。 BMW 520IM Sport长宽高 M4936、1469分之1868轴距 M2975车重 Kilogram 1530引擎形式直四涡轮增压汽油排气量 C、C、1998最大马力 H、P、R、P、M、5000分之184最大扭力 K、G、M、R、P、M、27.6、1350变速系统 8速首次排0到每小时100公里 SAC、7.8急速、公里每小时 250传动形式前置后居前悬尿双A、B后悬尿多连杆前轮尺寸45分之245 28后轮尺寸40分之275 28平均油耗 K、M、L、15.4售价 万元286